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新聞深喉嚨的週末版 週末深喉嚨 從這個週末開始 我們會跟大家一起 挖新聞 挖真相 挖內幕 有多深 挖多深 而我們知道 現在今天最大的訊息是 蔡英文總統高調的宣布 已經跟川普談妥了 要買66架的F-16V的戰機 但是有消息傳出來 美國媒體報導說 因為美中貿易談判的關係 川普可能會擱置這一項軍售案 新聞一出 從國防部 外交部到總統府 紛紛跳出來否認 這個新聞的真實性 但是面對這樣子的假新聞 我們的府院黨又該怎麼辦 另外民進黨現在受困於 霸王條款到底出不出 最後的結果 可能會造成民進黨的分裂 國民黨徵召韓國瑜也一波三折 吳涵會取消之後 吳朱惠 吳王惠也通通跟著取消 不過非常奇妙的是 這些藍綠王不見王的政治人物 明天通通都要聚集到 大甲媽祖起教的場合 節目當中深入探討相關議題 介紹今天節目來賓 資產媒體人謝涵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產媒體人黃偉瀚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國民黨徵委林務一華 大家好 資產媒體人陳輝文 大家好 新北市議員黃俊哲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中佩君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我們先來關心F16V的軍售案 現在是不是遭到擱置 我們看到包括了總統府 國防部跟外交部 紛紛跳出來否認 到底怎麼回事 是 因為這個是世界知名 而且非常權威的 Time時代雜誌的一個報導 這個報導也就是說 有三名匿名的美國官員 向時代雜誌透露 川普政府可能會暫時擱置 向台灣出售F16V 直到美中達成貿易協議後 再來做後續的演繹 理由是什麼 因為美國跟大陸 一旦達成貿易協議之後 將會提升川普的聲望 振興股市 對川普來講 現在是現在最迫切的事情 所以白宮部分的官員擔憂 川普可能會為求貿易協議 而對中國的姿態軟化了 這三名匿名的 美國官員又表示說 美國戰割制 對台軍售案的決定 並沒有讓台灣驚慌失措 為什麼 因為台灣這邊認為 美國會在美中達成貿易協議後 批准對台軍售 且台灣認為說 美中緩和緊張關係 對台灣更有利 所以這只是一個暫時割制 最後我們還是會買到 這個消息到底是真是假 結果消息一傳出來之後 總統府發言人林鶴明馬上就說 關於媒體報導的內容 外交部與國防部介意有說明 相關程序進行中 並無擱置的情況 外交部發言人李憲章也說 持續跟美方保持密切協調聯繫 美方正進行相關審查程序 並無擱置的情況 國防部這邊當然也說 新聞稿已經發出澄清了 目前依規劃進行 已向美方提出發嫁書需求信函 進度完全正常 媒體報導並非事實 也就是不管是總統府外交部 還是國防部 都說時代雜誌發了假新聞 請問一下我們要不要把時代雜誌 抓來關三天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反制辦法 比如說是抵制時代雜誌 是 所以這個到底是個 真新聞還是假新聞 其實大概只有總統府自己知道 當然這個報導當中 甚至好像還求證了 台灣方面的說法 因為他說這個決定 沒有讓台灣驚慌失措 好像是求證了台灣方面的相關說法 因為台灣官員仍然相信 美國會在美中達成貿易協議之後 還是最終會批准 所以時代雜誌的報導 似乎求證了很多的方面 不過就跟台灣很多媒體報導 黨政人士表示 匿名的美國官員表示 台灣官員表示 顯然這個跟國防均受 高度機密的新聞 並沒有非常具名的消息來源 但是大家相不相信時代雜誌的報導 他確實找到了可相信的消息來源 這是一個狀況 現在包括總統府說沒有抵制 外交部說沒有抵制 國防部說這個媒體報導不是事實 所以我們的府 外交部 國防部 都在指控時代雜誌 發了一個假新聞嗎 這個假新聞 我們到底能不能評論 我不曉得 因為他現在已經說你是假新聞了 我們針對這個假新聞來評論 會不會NCC又要求我們要去說明 這到底時代雜誌的報導 能不能評論 我要喊你自己判斷 當然可以評論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清楚 Time對美國政府的了解 會不會比這些所謂 出來講話的人還要更深入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可以自己判斷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剛剛秀琳姐在講的 我們的政府相關導演 有沒有指控時代雜誌 Time是做假新聞 他有說並非事實 對 就這樣而已 他有沒有講說 這個新聞絕對是一個捏造的 或者是惡意的 或者是根本不是事實 也沒有 他只是告訴你 我們相信最後會有戰績 問題是我們的政府 從來沒有告訴你 他的時程到底是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拿來做檢驗 現在就應該講了 你認為沒有被擱置 時代雜誌的報導 你沒有批評它是假新聞 而不是事實 請問外交部 總統府還有國防部 現在目前按照我們跟美國政府 所簽訂的相關的默契的 一個未來的方向 什麼時候可以交集 什麼時候可以簽約 你可以先講 到時候如期完成 就表示時代雜誌 他掌握的訊息可能是錯的 但如果真的一定要等到 中美的貿易協定完成之後 我們才有可能進行下一步 又或者會因為中美貿易的過程當中 影響到我們的交際的時程 跟內容的話 你現在就先把底牌放到桌上 你先把時間跟內容告訴大家 會不會機型跟相關的組件 有沒有什麼東西有差別 價格 時間 你要講 我願意相信外交部跟總統府 可是過往這麼多次 每次總統府跟外交部所講的事情 像上次的美日安保對話 我已經講了 這個例子好像舉了非常多次 你一直不願意相信 你認為那是環球網 它是所謂有解放軍背景的 你不相信 Time又有什麼背景 時代雜誌觀眾朋友回去看 尤達大師那個封面你記不記得 時代雜誌專訪過蔡英文總統 對不對 蔡英文總統 你有被時代雜誌專訪過 你為什麼會讓他專訪 你對他是相信的嗎 還是怎麼樣我不知道 可是至少時代雜誌是專訪過 蔡英文總統 我記得好像還不只是一次上封面 現在這個雜誌 他根據他的管道 他訪問了三個美國的官員 他告訴你 事情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顯示美國政府 他更加的重視 跟大陸的貿易之間的 這些利益得失 還是那句話 跟我們前幾天講的都一樣 American first 美國優先 如果擱置對台灣的軍購案 會有助於美國跟中美 貿易談判當中 讓他們有更多籌碼 他們會去做的 簡單講這個訊息是這樣 你否認 那就請你告訴我們 現在目前中華民國政府 跟美國談的時程 軍購的時程是什麼 你可以一翻兩瞪 也讓我們大家都相信 政府跟外國講的是對的 所以這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說今天 如果這個不是Time的話 如果是我們台灣的任何媒體 如果是中國時報 我真的不知道 又要被講得怎麼樣了 就是說又在唱衰政府 可能要自報 對 馬上又 對 是雜誌 是不是 所以觀眾朋友 懂我的意思嗎 當是環球網報導 那麼台日的安保對話 蔡總統提出之後 日本的外務省 他們不要沒有考慮的時候 你馬上就說它是假新聞 但是Time的時候 你又不敢說它是假新聞 你只是說不會 不會 我們相信不會被擱置 還是會有的 好 我也相信還是會有 可是這個會有 是在美中都談完了以後 在第二階段考慮還是怎麼樣 還是完全不會因為 因為美中的貿易協定的簽訂 過程當中的協商跟negotiate 然後來犧牲我們的權利 至少時間往後延就是一種犧牲 你現在跟大家講說 時間沒有往後延的問題 你就要提出 你跟美國政府在相關的軍工的時候 你所要求的時程到底是什麼 最後有沒有按照時程走 其實很簡單的講 負責任的提出 你現在目前的說法就好 不要一句話就是說 這不是事實 然後我們的了解是並無被擱置 然後沒有相關的情形 結果情形到底是什麼 什麼時候可以拿到飛機 現在講出來 時間到了有拿到 我們就相信政府講的都是對的 不過這個並無擱置 這是因為時代雜誌的報導說 這個擱置的原因 擱置的原因是因為美中貿易談判 如果說台灣的軍售的相關的方案 會因為美中貿易談判的進度 而被擱置的話 中間假設有因果關係的話 代表台灣就是美中談判之間的籌碼 這應該是包括了總統府 包括了外交部 認為最緊張 這篇報導最不利的地方 台灣成為美中貿易談判的籌碼之一 現在為了要讓談判順利 可以先把台灣的軍售的事情擱置 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交換條件的話 代表台灣之前所稱的 美國現在跟台灣有很好的關係 完全站在台灣這一邊去思考問題的 這一個說詞就破功了 這恐怕才是總統府外交部 覺得最擔心必須要大動作 跳出來澄清這一個新聞的最主要原因 因為時代雜誌的報導是說 其實台灣不用太緊張 因為只要美中貿易談判 達成共識了之後 軍售還是會有的 所以他們擔心的不是軍售沒有 擔心的是軍售這件事情 如果跟貿易談判放在一起的話 美國人把台灣當成一張 談判籌碼的這個事情 就被驗證了 這應該是最令人感到說 未來美中台關係怎麼發展 台灣怎麼不變成籌碼 被出賣的籌碼 其實川普這個美國優先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也是我們不斷地在提醒 蔡英文政府的地方說 你不能一直把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壓到最重 所以另外我覺得現在 為什麼要跳出來澄清 最主要是大家也不要忘記 現在是在民進黨的初選 而我們大家認為蔡英文 現在民調低到只剩下美國關係 好像大家感覺上還滿良善 如果說連這個部分都證明了 其實現在的台美關係 還是中美貿易中的一個棋子 而已的時候 大家知道這時候對蔡英文的初選 那是更加更加的不利 所以為什麼現在總統府也好 外交部 國防部要大動作的 出來立刻做澄清 我覺得一方面是為了要救 這事情對蔡英文 現在在初選裡面的影響 再來我要提到的是 大家都知道其實現在 中美的貿易談談 已經在最後階段 甚至說可能這四個禮拜 大概就會有一個結論會出來 而在前兩天 中共的國務院的副 他的所謂的副總理劉鶴 也才跟川普又見了面 所以我覺得這絕對不是 所謂的無風不起浪 或是空穴來風 一定是有相關性 當然我們現在是提出了 所謂的發架書需求信函 發出去只有說在四個月之內 美國要回復是不是同意 到現在並沒有說 一定會給我們軍售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時候 千萬不要太過於樂觀 來看待這個事情 而現在所以我覺得 大動作的澄清最主要 還是因為要救蔡英文的民調 還是內部政治的考慮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千萬不要輕忽 因為終究現在在中美談判 貿易談判真的是最後一階段 我們會變成棋子 這件事情我覺得我們真的自己 要非常非常來注意 千萬不要 因為我覺得軍售案 當然對台灣還是滿重要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們是應該很務實的 去美國做相關的了解 不過總統府外交部 國防部這麼大動作的澄清 是有風險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川普喜歡在半夜發推特 如果現在他在半夜 發了一個推特 然後證實了時代雜誌的 相關的報導 他希望中美貿易談判 能夠順利的進行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的總統府 我們的外交部 國防部完完全全被打臉 那就是另外一個國際笑話 對 主持人 因為之前的台日安保對話 剛剛委員提的那個 那個也被打臉 後來日本政府就否認 然後我們也就算了 所以你不要再提起大家就忘了 我很擔心 不要提起大家很快就忘了 這是中美斷交的時間 是1979年 然後本來一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也是1979 就是斷交的時候 順便這個也廢了 然後後來訂了一個法 叫做台灣關係法 也是1979 所以觀眾朋友可以看到說 這三個重要的事件 斷交 廢除防禦條約 制定的台灣關係法 都是1979年 今天剛好是2019 所以兩地 包括美國跟我們這邊AIT 都要慶祝台灣關係法 40週年 但基本上我是覺得有點奇怪 是不是應該說 慶祝斷交40週年 比較符合實際的狀況 為什麼有人慶祝斷交 慶祝建交很合理 慶祝斷交也很合理嗎 慶祝台灣關係法也有點怪 為什麼會有談關係是因為他們背叛了 我們才簽了這個台灣關係法 我們之前跟這個 這個TIFA就是我們台美之間的貿易談判 從1994年談到現在還沒有簽 之前這個點政府 馬政府 這個TIFA跟TPP 去綁這個美牛跟美豬 所以美牛我們一部分開放的 TPP已經被川普廢了 現在就要CPTPP 我們一樣進不去 美豬是一個不定時的炸彈 不曉得哪一個政府要去接這個炸彈 主持人其實我們真的想買是這個 國防部長去年在立法院自己說溜嘴 我們想買這個 可是現在美國賣我們這個 這個跟這個差多少 我不是專家 觀眾朋友你自己Google 這兩個差非常大 這是新一代的戰機這個是舊的 美國要賣我們舊的 所以我們在討論說 他們舊的要賣我們到底要不要賣 其實我們想買的是這個 但這個沒有辦法 社會很現實 國際社會很現實 川普說保護台灣我們能得到什麼 川普是問他的國安會幕僚 南韓台灣我們能得到什麼 我想請問蔡總統我們靠美國保護 我們要付出什麼 川普都說我能得到什麼 我們要付出什麼 剛剛林毅華委員講得很好 蔡總統自己說我們不是棋子 我們也是棋手 可是從蔡總統執政兩年多 快三年 我的觀察 我看不出來我們是棋手 每天看那麼多棋 我們是棋手嗎 你要在美國跟大陸 這兩牆之間當棋手 那有多難 他是G1跟G2兩大經濟體 兩大牆國 我要做棋手 其實很難 蔡總統現在拚民進黨答案出來 他說我們這幾年跟美國 跟日本跟歐盟關係都很好 我也看不出來 當然現在為了選舉 很多話都能講 但是我希望的是 明年能夠政黨輪替 然後能夠重新檢視 我們跟國際社會的關係 因為蔡總統的執政以來 我們到底付出了什麼代價 主政我現在看不到 因為特別是美國的眾議院跟參議院 很多奇奇怪怪的法案 有什麼再保證法案 什麼台北法案 什麼台灣旅行法 一大堆 這些東西是不是有機密 外交預算的付出 不知道 希望政黨輪替之後 能夠把它爬出去 俊哲 我們這個 美國的朋友可靠嗎 我覺得美國本來 在國際關係裡面 就常常有兩手策略 尤其這時候 無論川普或是小英這部分 當然他有各式的一個想法跟判斷 應該針對川普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他是個狂人 也是個生意人 中美貿易現在當然是美國 現在首要解決的問題 畢竟你看每天美國這個股市 漲漲跌跌 漲漲跌跌 大家最關心就是中美貿易 但是這一次其實川普 針對中美貿易的開端 其實想要保障自己國內的經濟 所以開始對中國 採取一些制裁性的手段 相對於台灣這個戰機的銷售 我覺得對他來講是小case 小case 你是說隨時可以犧牲嗎 你說隨時可以犧牲 你說戰歌制 我覺得這倒是有可能 但結論最後他還是要做生意 他可能也要把這訂單 拿來秀一下說你看 我還是賣了台灣這些戰鬥機 所以剛剛有講了 你說是順序問題而已 可能是個小改款 但其實對美國來講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國防工業訂單 所以我看法也是 到最後應該還是會 台灣買得到這批戰機 現在會因為美中貿易談判的關係 擱置我們的軍售 你覺得這個新聞 就是問這個新聞的可信度 我認為是相當合理 相當合理 如果優先來看 他的priority 應該還是要解決 美中的貿易談判 這才是美國現在 最大的利益的所中 所以這麼大動作的澄清 的原因是初選 我想可能初選也有一些關係 但也是給國民一個信心 因為畢竟過去有這樣的軍售 過去都是看美國臉色 現在到底賣不賣 可能對國內的國防的信心 是相當重要的 不過俊哲說 這個新聞的合理性很高 代表說 它是假新聞的可能性很低 我們現在大動作的澄清 一個真的新聞 要讓大家覺得 它是一個假的新聞 所以新聞到底是真是假不重要 就是要安大家的心最重要 所以要先說 沒有這件事 這件事情是假的嗎 所以真新聞假新聞不是議題 議題是說這件新聞會不會上 傷害彌囊政府 如果是這個標準的話 大家對於國內在處理假新聞的時候 也會思考 你是不是用同樣的方式在處理 這個非常的可怕 是嗎 我覺得現在的總統府也好 外交部也好 就是對各國外媒的回應的強度 也有所不同 相信看在眼裡的 不是只有國人而已 其實我相信其他世界上的人 其他的媒體也都看在眼裡 好像對於這個美國 或是中國大陸的媒體的報導 澄清力度不同 難道這個澄清的力道 不是應該是受限於那一件事情 新聞是真是假 而不是因為是哪一國的媒體 而去做澄清力道的差異 所以我覺得國防部跟外交部 目前為止看起來這個態度 會讓我們在回應事件的時候 有所非議 大家都知道就是對美軍購 在美國的法律基礎 就是台美關係法 我們政府提出需求之後 由美國的國防部 還有國務院來進行立案 然後最後送到國會去做審議 過去像美國採購 這個各種先進的武器 是中華民國增進國防的方法 只是說在蔡政府的操作之下 好像變成買到什麼武器 變成一種政治宣傳的工具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案子 就不管這批飛機 有沒有最後有沒有擱置的問題 事實上就像偉翰哥剛剛講的 要5 6年之後最快才看得到 這些東西 時代雜誌這一次說 這是把它拿來當成 中美貿易談判的籌碼 其實是說得通的 因為確實時間點還有5 6年 在這個過程當中 中美貿易戰也持續在進行當中 只是國防部跟外交部 出來的否認 我大概會把它解讀成不算全錯 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個軍事辦 不管最後是交機 或是最後被否認的時候 川普跟蔡總統 應該也都不是總統了 沒有人需要負責 所以沒有關係 現在先否認再說 交機也不會是明天的事 也不會說擱置本來是明天要交 結果改成下禮拜要交 這的確擱置 反正到那個時候 也不會有人在追究 到底擱不擱置的問題 所以現在跳出來否認 非常的安全 這個是蔡政府對於新聞 是真是假的態度 反正不管你是真是假 對我有利的 我就要來澄清 這就跟現在包括了行政院 孫生倉書院長 包括處罰了中天之後 各式各樣打假新聞的手段 紛紛出爐 現在要修很多很多的法律 去處理這些事情 除了罰款之外 現在還有調照的工具 是 現在看起來他不但要修法 而且還要進一步對ACC施壓 比如說行政院就修法 要打這個假新聞 包括災防法 糧食管理法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等修法草案 然後裡頭都有一個 有關散播謠言或不實訊息等要 裁罰6萬以上 30萬元以下 廣電法這邊的修法草案 也增定了罰則 若違反自律規範 處20萬至100萬元罰款 違反事實查證 則處20萬至200萬元的罰款 至於民進黨立委 政保卿他更進一步講 反正你就一直罰他 罰到如果還不聽的話 沒關係你罰不怕 我就直接掉你的罩 現在真的是NCC 確定是個獨立單位嗎 好像已經完全被行政院 跟立法院直接掌控 命令他要做什麼就得做什麼 但是與此同時 又傳出來一個很奇怪的訊息 就是突然有人說 有一些特定的勢力 要收購人家的粉專 用的價錢從1000塊到1000萬 這很大的一個差距 比如說臉書粉專就收到要求 收購的訊息 開價只有1000塊錢 也有網友分享粉專 交易成功 他真的把他賣掉 對方透過南區農運會帳戶 匯款5000元給他 好像就真的 就是他把5000塊 就把這個粉專賣掉了 然後曾財網站又有一個招募訊息 要開出最高5萬曾小編 大概要求支持和平統一 然後臉書又出現另外一個訊息 然後他說支持兩岸友好統一的 政治立場的網紅 年齡限定是20到25歲 女性說明是大陸內地 四川政府單位專案 流量與粉絲數不虛高 人美即可 這個一波一波 好像都在這一段時間 全部都出爐了 與此同時 他網路上也有網友發起了 所謂的新聞頻道轉台運動 公布地圖標記了這些小吃店 餐廳播放的新聞頻道 結果這個播出來其實還滿好笑的 因為最多的是TVBS跟中天 民視三立這些反而都是 大概兩位數 一個十幾 一個三十幾 這個差異非常非常大 然後總統府發言人林鶴平就說 要密切注意其背後的目的 行政院院長蘇貞昌也講說 中國要併吞台灣是非常清楚的 用盡各種手段 會要求各部會加強因應 陸委會的發言人邱鎚政也說 如設有違反兩岸條例 將積極查處依法開罰 這是確實真的有這個東西嗎 你確實有找人去查證過嗎 你如果全部都沒有查證過 只是網路上有人發出這樣 幾個訊息 我們的總統府發言人 行政院長 陸委會發言人 居然全部都出來 說說要這樣去查氣 難道你們是刻意帶風向嗎 如果這真的是一種帶風向 會不會這個消息 就是你們自己放出去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整個事件 包括了行政院加壓NCC 現在要修法 告訴大家說 因為台灣的假新聞非常多 所以要修這些法 現在法如果沒有用的話 要用吊罩的這個方式 就讓你不能夠看 這一個新聞台的方式來處理 接下來可以看到這些 零零總總的訊息 不管你是1000塊 要買一個粉磚 或是5000塊 已經交易成了一個粉磚 這些訊息都出爐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了行政院總統府陸委會 通通跳出來回應 說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如果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陸委會或是行政院 第一個要告訴大家說 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他到底是一個真新聞還是假新聞 這件事情可能需要釐清 因為像陸委會的說法是說 如果涉及違反兩岸條例 表示說他並不知道這件事情 是真還是假 他說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要怎樣怎樣怎樣開罰 行政院的回應也是 如果屬實的話 就要怎樣怎樣怎樣 這到底屬實不屬實 總是要有一個人 給大家一個答案 不能你的回應都是在做評論 然後你評論的基礎 這些到底是真是假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然後總統府更奇怪的是用密切注意 密切注意就能夠知道 這個事實的真相是真還是假 這樣子的一個不管是在粉絲頁上面的操作 讓大家感覺台灣已經完全淪陷 或者是說發起的所謂新聞頻道轉台運動 要大家去調查小吃店播什麼新聞台 這不就是要給這些小吃店壓力嗎 你去調查他 然後問他說你為什麼要播這台 難道這些經營小吃店的小店家 不會有壓力嗎 這不就是在行動上 或者是在氛圍上面想要牽制 大家的言論自由 去施壓 說你不能這麼做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被淪陷了 1000塊多人要來買一個粉磚 我看你的粉磚定價多少 我剛才特別去找 因為這新聞出來之後 因為我每天大概都要收到200個私訊 500個留言以上 要買你的粉磚嗎 至少 不是 私訊很多 我有時候會看漏 因為最近比較忙比較累一點 我剛剛知道這個事情之後 我還趕快回去找看看 看有沒有人要來買 有沒有漏了 就是有沒有人要給我買 我就錯失了這個 賓哥講如果開賺1000萬的話 但我現在還沒找到 但是我跟大家講 這幾件事情包含了剛剛講 NCC對於新聞的控制 對於台灣現在所謂假新聞流竄的 這些東西的基礎 我就想問一句 什麼是真新聞 什麼是假新聞 誰來界定 誰 今天哪一個人出來講的話以後 所有人 2350萬人台灣人都覺得 他講的 我們大家都接受 誰能做那個新聞真假的界定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簡單講 包含了什麼小吃店等等的 哪一個具有公信的單位 拿出證據告訴我們 這個事情的傳言 他背後的盤根錯解 到底是真還是假 那個跑進餐廳拿了遙控器去轉 轉到某一台 那個人他到底是誰 他的動機是什麼 就像我如果去轉了一個台 我到一個自助餐店 你不知道我在那邊 我以前在一個電視台18年 那個在周邊南洋街的所有店 我都已經吃到 打個都被賓譽 我去了以後我想要看 看那個NBA什麼 我會轉的 老闆會給我遙控器 可是你可能拿不到 因為他放在抽屜裡面 他跟你不熟 對 所以就熟不熟也有一點 第二個 剛剛講到這個粉專 來 大家看一下 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嗎 我就提出來給大家 試著去理解 他發了這個管管 他意思是問這個粉專的管理員 你好 請問粉絲專業 有沒有意願賣給我經營嗎 我願意跟你買 這個人他有個名字 叫周瑋玲 他發給很多人 而且所有人都叫周瑋玲 而且都是不同的照片 現在這一些發文的人 的帳號都不存在了 都不見了 我先跟大家講 他講完這件事情之後 就不見了 對 都不見了 第二個 今天自由時報 用很大的篇幅報導這件事情 他是頭版頭 OK 好 第二個 他發訊的時間是 4月1號上午的2點25分半夜 半夜2點都不睡覺在發文 第一個他可能是 是重度的網路使用者 第二個他是4月1號愚人節 所以這可能是一個愚人節笑話 愚人節的時候他發給你 甚至也有人講說 他要去哪裡選立委 有沒有 有一個不分區的議員 他也說他要去高雄 他也是愚人節 然後很多人講說 也有一些粉絲部落客在那邊寫說 我因為覺得臉書的運算方式被改變 我現在心悔意冷 我決定關掉我的部落格 我的粉絲專頁 就大家很緊張 賣啊賣啊 賣得開 就沒有 今天是愚人節 好 所以第一個這個人是誰 你找出來沒有 如果他不是真正所謂的 中國大陸的網軍 他發給任何人寫的這個東西 然後現在被報導 這個新聞本身就是假新聞 觀眾朋友 如果你沒有辦法確定發文的人 他真的是所謂的中共的網軍 而且他真的要出錢給你買 只是一個愚住紀錄的網友 他在愚人節寫的那樣訊息 你就把它當成是投擺投擺報導 這就是一個假新聞 可是總統府行政院 那陸委會都跳進來了 所有對於現在小運總統的選情 有幫助的新聞 都會極大地擴大 所有對於小運總統的東西 選情跟初選有影響的 他都會講說那是假的 剛剛那個軍機 我們前一題不就是嗎 他直接跟你講沒有這回事 可是問題是 那個報導內容的後半段 又有講台灣官員 似乎能夠理解川普的決定 所以就靜觀其變 我們等待 我們相信最後會有 他也不跟你證實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每天我們在網路上 收到這樣子很多的訊息的時候 因為連續在網路上PO出 類似這樣的人非常多 有時候你一個節日 一個餘人節 一個情人節的時候 都會有大量的文 這是不是所謂的中共的 這個網軍要買 我不知道 我剛剛回到第一題了 誰來界定真假 光是這個網路貼文 你都無法確定真假了 先幫我們查出來 這到底是真是假 還有這個消失的帳號 到哪裡去了 所以你都已經 你都還沒有辦法確定他的真假 發文的人是誰 大家不是講嗎 當網路訊息不是確定的時候 你不要去以他是確定的立場去評論 現在的狀況不是 已經當然是事實 而且說已經準戰爭了 而且台灣快要往了 所以結論就是要支持小英 所有在貼這個文下面最後的結論 包含那些在DECAR裡面寫的 所以我們一定不能投給國民黨 一定要支持小英 所以我回到一個原點就是 投給賴清德可以嗎 投給賴清德好像也不行 你現在只能唯一支持小英 文到底是誰寫的 發出訊息的人到底是誰 你掌握了沒有 會不會其實就是你隔壁的那個朋友 這才是重點 JK買自由時報了嗎 有 主持人 我簡單解釋一下 這個所謂的廣電三法 這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廣播跟電視 一個是有線 一個是衛星 其實這三個法就叫廣電三法 我要跟觀眾朋友報告說 這個廣電三法已經是 應該要把它廢掉 因為這個管理其實非常的莫名其妙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有一個人叫做館長 網紅 館長在他的直播 不是剛才那個館館 不一樣 館長身材很好那個 他罵三字經 五字經 在網路上罵 沒有人可以管他 可是你現在收看 我們的這個聖活龍的週末版 我們一個字都不能講 我們不能講 可是他可以講 為什麼 他在網路上 因為廣電三法只有廣播跟電視 網路NCC是管不到 所以其實NCC可以廢了 主持人我從剛剛你講到F16 那個話題上就說 我可以接受總統府 外交部 國防部說謊 如果是為了國家利益的話 如果是為了國家利益 你說謊我可以接受 外交使令 為了國家安全 但是他是真的為了國家嗎 還是為了蔡總統的面子 還是為了民進黨的初選 這不知道 同樣的道理 這個NCC包括蘇貞昌 這些民進黨這些怪招 是為了國家嗎 還是為了報復 因為不是只有被開罰那100萬而已 NCC主委都走人了 就是說他這些報復 他是持續性的 他把中天當成一個戰犯在處理 為什麼去年會訴 就是你每天都在講 每天講我們民進黨不好 然後你們跑這個韓國瑜 所以我們民進黨訴那麼慘 來 罰100萬就罰了 NCC主委說我不幹了 第二天在27號開罰 28號他就丟辭城 3月28號丟辭城我不幹了 他就走了 管你怎麼院長吃不吃 因為他是一個大律師 他做NCC主委一個月才十幾萬 大律師一個月是幾百萬 他是委屈賺 我不做就走了 那這些東西 因為主持人我也不曉得 我們這個尺度要怎麼拿捏 我講 如果不適合你再糾正 如果明年 如果明年還是民進黨執政 然後中天新聞台被撤照 我一點都不會意外 不是因為中天新聞真的違規 那個叫做政治報復 我連任 你死了 要換照 用六年換一次照 抓到了 剛好 誰叫我 這個蔡總統連任 霍治戴慶德贏了 然後你們這些剛好又是戰犯 還要選戰打那麼辛苦 來 執照拿下來 我們之前有好幾次的撤照 有台 不是我們這一台 有台撤照 每一次撤照那一台都是來兇 其實撤照對我們廣播電視來講 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可是如同我剛剛強調的 是不是因為我們節目本身 我們整個台本身有違規 沒有 因為政治立場 不同的追殺跟報復 有沒有可能 因為今天一起來 這個民進黨朋友比較溫和 我認識都比較兇殘 以民進黨 相對比較溫和的 這個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以民進黨的手法 撤照不是不可能 不過現在是在告訴大家一個氛圍 就是說為什麼民進黨執政 現在支持度這麼低 為什麼去年九合一會大敗 都是因為這些種種的訊息 這些假新聞 所造成的執政的失敗 台灣人民的判斷能力 有這麼差嗎 就是說他們都是因為看了這個 奇怪的只花1000塊的粉磚 他看了這1000塊的粉磚 所發出的訊息 然後他就改變了他的投票行為 他就討厭了民進黨 就討厭了蔡英文 他要把人民當成是這麼 這麼低層次的一個判斷能力的人 這個民進黨政府自己的判斷能力 是不是有問題 其實我今天先看到 那個頭版頭新聞的時候 其實我這哈哈大笑 因為就覺得 這麼沒有邏輯的事情 可以放在頭版頭的 但是後來我看到總統府 跟我們的蘇院長 紛紛跳出來回應 煞有介事回應之後 我變得非常的憤怒 這明明就是一個沒有求證的新聞 沒有求證的新聞 然後總府跟蘇院長可以出來回應 那你不是在幫假新聞 或是沒有求證新聞 又製造了新的新聞嗎 他的操作手法就這樣 放一新聞出來之後 各種就開始來炒作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你看果然台灣現在 中國勢力切入這麼嚴重 台灣都被買光了 本專都被買光了 然後目的是什麼 要製造在他修法的正當性 就是你看台灣現在 果然假消息衝刺 所以一定要修法 嚴格的控制 但是這個我覺得 他就在製造這種恐怖的氛圍 但是回我頭來 我覺得剛剛就已經講沒錯 台灣人民不是笨蛋 去年1.124就這樣了 你再來還這樣做 台灣人民真的不是笨蛋 你這樣能讓大家看不透 你的手法是什麼嗎 所以我在這邊 我們到立法院要求 你既然院長可能這樣說 我要求你立刻把 全部調查清楚 跟大家公布 再告訴大家最後證明 這一定是一個假消息 到底誰在買 誰在賣 真的有這件事情嗎 有多少的粉專被買了 花平均多少錢 到底是1000塊還是1000萬 這些大家都很想知道 因為很多經營粉專的人 現在可能仔細的在想說 那我這個粉專到底價值多少 這整件事情突顯的是 民進黨從去年敗選之後 他唯一檢討的是 他輸的原因就是假新聞 他是被假新聞害才會輸 他其他都沒做錯 反應出這樣心態嗎 還是黨內的機密報告 就是這樣心態 當然其實很多民眾可能 選輸以後有很大的失落感 但我看總統府跟孫昌院長 還有這洛委會回應 其實他們自己也很小心 應該不至於敢 隨隨便便去影響到新聞自由 我想在這部分我也看 他們可能也沒有做到 任何的求證 所以目前當然發言都只能 他不知道事實 他就可以開記者會 記者會可能人家問 他就必須要回答 我再看一下 其實在這部分 為什麼會針對災防法 糧食管理法 這其他的法令 去做假消息的這個抑制 我想他有特殊的目的在裡面 因為畢竟如果有這樣的消息 造成一個整體社會的 一個損失及影響的話 我想這也不太對 但現在就一個公民教育的時候 你如果說真的像立委所講的 因為有一些消息 然後讓大家聽得不愉快 就要來調照 我想一般民眾 是無法接受這樣的事情 大家都有越聽自由 都有自己說話的言論自由 如果這樣做下去 可能對民進黨是一個重傷 所以我認為 目前大家提是敢提 但做 我想還是不敢 這麼貿然的去做 你說這是為了選舉的造勢 先提再說 先衝再說 能幫他回應一下 民眾的一個想法 我們支持者可能 都有多半是這樣的意見 可是現在支持者 搞不好對於這樣的意見 是很支持的 我們會輸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檢討報告告訴我們 我們會輸就是因為假新聞 所以現在來處理假新聞 我們就會贏了 但我想這是大部分民眾 要達成一個公約數才有辦法 不是某部分是惹覺得說 這樣你就要去把一個電視台調照 我想這是不公允的 我想大部分民眾 還是無法去支持的 博平你怎麼看這個話題 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NCC沒有辦法去做全面的管轄 剛剛這個霍文哥也有講了 沒有辦法做全面的控制的時候 包括報紙也管不著 網路管不著 所以其實很多NCC的漏洞 可是能管的時候 他管得拿出來的標準 又沒有辦法服眾 最簡單一件事就是 假新聞誰來定義 這個問題從蔡政府執政以來 大家問了好多好多次 一瞬間彷彿蘇院長 然後我們總統府發言人 大家都成了新聞學的專家 但很顯然他們不符合 這個NCC召集人講的 因為他們都不是新聞的相關背景 可是他們在評論假新聞的時候 一個說的比一個還頭頭是道 剛剛說的報紙網路 NCC管不著手 摸不到 那就會發生很多立場偏綠的報導 在報導這些新聞的時候 就會享有剛剛議員講的 那一種新聞自由 可是當立場不偏綠的媒體 在報導的時候 假新聞三個字的標籤 往往就很順手的 就貼上去了 過去非常非常多例子 我們都看得到 自由時報在前一陣子 在報導謝龍介幫張漢中 駐獎的時候 他的標題是下 靠一個韓國瑜問死的 而且還寫受害者現身說法 可是對照其他的媒體 當然講得都很清楚 明明他的意思是說 靠一個韓國瑜是不夠的 應該要更多人齊心來努力 不可能只靠韓國瑜 可是到了自由時報的撰寫角度 就變成靠一個韓國瑜問死的 還說這個網內互打 是國民黨的特產 然後還說這個受害者現身說法 請問有哪位府院黨高層 出來表示過任何意見了嗎 很顯然沒有 剛剛前面幾位都討論過 這一次的這個說要收買 帳號的這個東西截圖 就是一個殭屍帳號 第一 真的是有人要買嗎 還是說是有人申請一個帳號 到處去作亂 不知道 另外就是聲稱 我覺得最有趣的這一點是 那些聲稱被看上要被買的那些網頁 都是偏綠 而且大部分都是挺小英的 各位可以試想 今天如果我要大量去收購帳號 來散布一些言論的話 我相對來講 我是不是應該先找一些 比較中性一點的粉專 這樣子我立場轉彎的時候 不會那麼明顯 我如果找這些立場 跟我不一樣的人要去收買它 不就像這樣子三兩下截圖 就都被人家貼出來了 我怎麼達成我要散播言論的這個目的 如果這個帳號是真的有意要收購 這些偏綠的粉專來散播言論的話 其實我覺得蔡政府也不用太擔心 顯然這黑手智商也不是太高 真的 操作頭髮滿濁劣的 太濁劣 有1000塊的 有5000塊的 而且馬上匯款成功 是南區農漁會 南區 他乾脆直接講高雄好了 因為可能比較想影射 為什麼高雄這次會大翻盤 整個事件到底是真是假不知道 但是包括了府院 先通通跳出來 幫這件事情好像是真的 營造一種氛圍 所以要補充一點好了 剛剛因為佩妮在講了 佩妮都直接講了 然後我也就跟進 我去看了很多 貼出他們說被訊息要買 粉絲專業的這一些粉絲團們 其實都是每天在PO 批評韓國瑜 馬英九國民黨 然後小英好棒 唯一支持蔡英文 真的都是這些粉絲團 你看這是不禮貌相名粉絲團 這個人就是剛剛念詠正 同一個人對不對 這個人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已經找不到他的訊息了 我剛剛特別去找 就找了一個 對 每一個都不見了 這個叫切除芬是不是 這個女生她寫給也是其中個粉絲團 你要不要買粉絲團給我 不同人有沒有 拿不同名字 這個也已經都 就是這個賬號在那幾天 也是4月1號有沒有看到 在余人節那天大量的PO出 買粉絲之後 第一個點就是都是4月1號余人節 是不是可以做二週去 我不知道 第二個就是都是PO給 批評國民黨 支持蔡英文的這一些粉絲團 問他你要不要賣 第三個就是這些人 收到以後都氣哺哺告訴大家說 我的熱情是你買不起的 然後就PO說 中國網軍要來了 可是我不懂 我不懂他收到這個訊息 訊息就在這裡 大家可以直接看 我給大家看 你怎麼判斷對方是中國網軍 我不知道 好 還有第三個 這些東西在網路上有沒有人 有可能要買粉專 我相信有 過去就有一個來 大家看一下 記不記得在選舉前的時候 有一個人說韓國瑜是黑道 在PTTPO文 PO這個PPT文的人是誰呢 他跳出來說 不好意思 我幾年前早就把我帳號賣掉了 賣帳號早在PTT就行之有年了 有人想要買帳號 這個東西我覺得並不奇怪 所以回到前面 是不是真的有人要買粉專 我不敢說 我是沒有收到 可是這些想要買粉專的人 你如何界定 他就是中國大陸的網軍 難道PTT這些也是嗎 所以今天基本上講 還是那句話 有人想要買粉專的事實 是不是愚人傑的玩笑 還是真有其事 先做界定 請行政院的新聞澄清專區 跟相關的政府機關 趕快把這些人找出來 我們行事局有個針灸隊 他是可以根據IP帳號去找出來的 可是我現在就跟大家講 或許這個事情不會有答案 不會真的跑去找 這一些想要買帳號的人 到底是誰 現在的討論基礎 已經上了某報的頭版頭 都告訴你是中國網軍了 可是你連他是誰都不知道 你如何判斷他是中國的網軍 而且這個買帳號的人有一個嗜好 就是專門喜歡買挺蔡英文的粉專 這也是另外一個 讓大家覺得很奇怪的 到底為什麼 剛才從時代雜誌的澄清 一直講到這些奇怪粉專的出現 都是跟民進黨 現在正在進行的初選 恐怕有很直接的關係 現在4月10號 民進黨的第一次攤牌要發生了 因為4月10號有個中職會 這個中職會現在已經有很多人 為這個中職會寫劇本 包括了4月10號的中職會之前 如果無法協調 所以時間非常的緊迫 就只剩下幾天了 如果真的協調不出來的話 就要提案延後民調的時程 因為一旦啟動了民調的時程 可能就來不及了 然後延後時程的原因是要開林全會 開林全會要做什麼 要在林全會上面 直接通過徵召特定人士 這個特定人士應該就是蔡英文 或是間接授權中職會徵召 那據粉專是說 要制定一個最新的特別條款 一個特別條款 就是真的2020總統提名的特別條款 特別條款裡頭 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要加入現任優先的條款 不管是拒一拒二拒三 這三個劇本其實都是告訴大家說 民進黨現在非常的焦慮 萬一初選的結果是賴清德的話 該怎麼辦 賴清德到底會不會被協調 今天其實蔡英文總統被問到這件事情 霸王條款的事情的時候 只說要協調要協調 他講要協調講了非常的多次 但是賴清德今天也回應告訴大家說 所有攻擊他都要承擔 但是他只有一個原則 就是他堅持要走完初選的時程 就是不被協調 蔡英文要協調 賴清德說我不被協調 是到目前為止的進度 當然有傳出一個訊息 就是鄭文燦很有可能 在4月10號的中職會 就要提案停辦黨內的初選 因為他有個結論說 黨內有辦總統初選的 那一次選舉最後都是輸的 他舉了很多例子 2007 2012 只要辦了初選就輸 所以不要辦初選 另外民進黨的黨主席卓榮泰則是說 現在如果真的辦初選的話 最壞的結果就是民進黨分裂 他要全力避免最壞的狀況 所以就是協調 協調 再協調 今天蔡英文也一直說要協調 但是這個人告訴大家說 他要走完初選的時程 林非凡也發文 雖然是力挺蔡英文 但是他也勸民進黨說 不要有霸王條款 否則會引發的亂局與爭議 不只是民進黨分裂而已 所以他最後雖然說我挺蔡英文 而且他說我相信蔡英文在初選 可以贏得勝利 是這樣嗎 民進黨的這個初選 就照他們初選的制度去做 我要講一下國民黨這些太陽們 就是說其實他們都很清楚看到 韓國瑜困在那裡 發現他困在那裡之後 吳敦義的作為是什麼 吳敦義是我想辦法來幫 這個困境把它排除掉 這是吳敦義目前做的 其他人做的是什麼 我就在那邊看 丟的 我不動作 我不作為 我也不要拿石頭丟一個 我就不作為 吳敦義要跟你談 要跟你見面什麼 我要公開什麼 你出了這麼多 你就是出卡手 我們台語說這個就是出卡手 你出卡手要去動 其實這些東西 我要跟大家報告 主持人說我的結論 我跟你講 大家都看在眼裡 不是只有你會玩政治 大家看你在幹什麼 大家都很清楚 我建議這些政治 你要有相同的標準 不要變來變去 等現在吳涵會取消之後 現在吳朱惠跟吳王惠 乾脆跟著取消了 因為不知道要見什麼 因為朱立倫堅持要全程的公開 對於朱立倫的作法 其實韓國瑜有一個非常精準的評論 說朱立倫最近從青州小菜 換成麻辣火鍋 所以看起來動作是比較多一點點 現在什麼會都沒有了 但是非常巧的是 明天大家通通都要會在一起 就是剛才所講的 蔡英文跟賴清德 兩個人也要去大甲媽祖 這個所謂全部取消的 吳王 吳寒 吳朱 也通通會出現在大甲媽祖 所以請媽祖來決定 到底2020藍綠派誰好了 我媽祖能決定 還是你們的霸王能決定 蔡英文跟賴清德 我覺得還是要有程序 像剛剛霍恩哥所講的 大家都看得出來你們在幹嘛 其實我們最近在開著 像4月3號開中指會 你們民進黨 大家也看得出來在幹嘛嗎 我們自己中指委很緊張 4月3號以為是開什麼重要的會 結果還好 只是立委初選的資格是很差 你是中指委嗎 我是中指委 你是中指委 你要幫他拉票了嗎 你支持哪一個 可不可以講一下 我支持小英 但是我不支持這樣的一個策略 你支持小英 你不支持霸王 霸王條款實在是 那是道民主道事 你有聽說鄭文燦要提 暫停初選的事情嗎 我們聽了很多消息 但實際怎麼執行 或我沒有聽他本人親自講 我想我不能去證實這個事情 但是我想這在大部分的 民進黨的支持者眼裡 是不可能的 因為過去 你已經有這個領表的動作 也公布了一個初選的時程 你怎麼可以突然停止初選 況且用的是這個方式說 我們在中指會決議 是不是大家就不要初選了 我想這太誇張了 三民黨過去 都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有半初選都輸了 但是他認為那要不要初選 現在要討論是要不要初選 初選已經公布 那就應該去把它進行完成 另外我們甚至有一個說法是說 你有結果以後 才能夠來做一個討論 現在就像小英總統所講的 他現在就要做協調 但我想賴清德 很明白告訴你 他不協調 我先把它走完初選時程 他沒有說不協調 所以為什麼不先走完初選 最後再來協調 就我們講了可能有幾個版本 要賴清德大贏 那當然就沒話講 但是如果他只贏了 像吳子佳所講的只贏一點點 政治生意就掛了 難道一定要你賴清德 馬上帶領大家出來 來接下來這個選舉嗎 我想這都還有得談 所以不是把它暫停初選 就得到了民意的支持 應該就想 先把它初選全部走完 再想可能的變化結果 大家再來做協調 俊德說我問一個比較 外行的問題 請你不要笑我 不敢 你覺得誰會贏 很好笑 目前聽起來好像是賴清德 那是大贏還是小英 但是我覺得 我支持吳子佳的說法 有可能小英會贏 有可能小英會贏 但你個人是支持蔡總統 我個人支持蔡總統 然後你覺得賴清德會贏 因為現在就可能正當性 賴清德怎麼去 怎麼去再做更多的解釋 我是覺得民進黨如果說 連半初選都要用霸王條款 延長初選 或是直接主要初選 那民進黨還民主 還進步嗎 所以其實這是最大的問題 現在弄到最後 其實在旁邊偷笑的那是國民黨